当地人说啊 吃碗鱼汤面赛过老寿星 可见他们对这碗面的喜爱程度之高了 你看这乳白的汤色 丝滑的口感 感觉像在喝牛奶一样 但又是鲜味十足 那这鲜味十足的汤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虽然只是早餐的一碗面 但生活在水乡的东台人 却对面汤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据说几十千克的鲜鱼 要经历一炸二炒三熬后 才能成就这么一碗奶白色的鱼汤